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如果真的是过敏 可能它只是说很大面积 最少是整个就对我这种不是很专门的人理解 就是它至少一张脸大面积都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长痘的话就会很尴尬了 因为就很突出 然后看哪都会觉得 我这有个痘就特别的烦 对 因为长痘的人都是一般像额头 就包括其实踢去长痘的人偏多 或者面颊部甚至有的人会长在这种下颌部 都会长比较多的痘痘 我们如果皮肤长痘的话 应该如何快速地去把它去掉 或者让它快速地消退 我们在家平时护理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同样也是 有痘痘的人它也是属于 混合性皮肤 七区偏油 面颜偏干 那这样的话一定要多注意补水 调节你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 但是补水的话 千万注意选择护护品的时候 要选择纯补水类的 第二点的话饮食上一定要注意 饮食的话就会是 小食辛辣的海鲜 这类刺激的这些食品 还有一个食品上一定要切记 甜食要少吃 甜食是属于湿 偏湿型的 一般长痘的人 它从身体上的体质来说 属于湿热型的体质 就要你去再吃甜食的时候 它是属湿的 增加你体内的一个湿气 就让你痘的会 冒得会更厉害一些 蜡是属热的 所以这两款 长痘的人这两种食品 一定要切记 我今天真的是和正业的人 聊了之后我才知道 因为以前我去到 比如说长大豆 是不可以吃海鲜类 吃辣的都可以 今天我算了解了 甜食也尽量好多 对 很多大多数长痘人 都是比较爱吃辣 爱吃甜食的 再一个在家 平时很多人会 平时不怎么长痘 但熬夜 冒出了几颗豆 所以你在熬夜的时候 也会造成你的 一个内分泌的失调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熬夜的话 你的豆豆反而也会加重 那比如说 我脸上长了一颗豆 然后我看它 特别讨厌 特别闹心 我可以用手去把它挤掉吗 其实我们建议的话 是不要自己在家去挤豆豆 一定要到我们专业的这种机构 来进行护理 所以说其实长豆不可怕 可怕的是 像我这种 没有很专业的趋势 来在家撒孤独的人 但如果你要是 除非是那种 就是比如说 你经常性的长豆 这样的话 就得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治疗了 如果是偶尔你帮出来的一颗或两颗这样的小豆豆的话 也不要着急 首先自己在家进行补水 然后如果真的是它有爱意于你的这个 整个面部的这个美观了 就可以来到这样一个很专业的地方来进行清理一下 其实我觉得豆豆长在谁脸上谁都闹气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一定要快速地去把它处理掉 这样才会有一个好的心情嘛 对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宁天省那个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黄春小雪转多云 零下十一度到零上一度 白城晴零下八度到零上三度 松圆晴零下八度到零上一度 四平小雪转晴零下十度到零上一度 吉林宇佳雪转大雪零下二度到零上十二度 辽园小雪转晴零下十一度到零上十二度 通话小雪转晴零下八度到零上三度 白山大雪转晴零下九度到零上五度 延吉中雪转多云零下七度到零上五度 长白山大雪转小雪零下八度到零上五度